但是我真的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是我父亲 没错 我正是你的亲生父亲 您为什么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直到今天我问你 您才回答 您为什么 一直做出一个默默 关心后辈的样子 做一个很好的老板 这样就是你尽到一个 父亲对儿子的爱意 夏浩 你是不是觉得 我 我和你想象当中的那个 亲生父亲距离很大 夏浩 你知道 我的生命已经所剩无极了 我会一天天的 希望憔悴下去 直到死 可我多希望 能在我临死之前 能够亲耳听到你 叫我一声爸爸 夏浩 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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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试试 还是不行 等我回去慢慢试吧 或许能找到办法 这 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呢 这好像是个国际银媒 用来买卖女性的秘密武战 这么说 李飞飞 他们都是 不 这太可怕 这太可怕了 可这会是谁干的呢 难道 难道真的是天一 不知道 你想啊 咱们首先先发现了那组数字 进而又发现了这个网站 从这些情况看来 这田英似乎就是这个幕后的主使 是吧 可是这些 都是在田英死了以后才出现的呀 没错 这表面上看起来是天衣无缝啊 可我觉得 可我觉得这反而更让人生疑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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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手机也没开 我想 她这次 也许是真的想静下心来工作吧 对对对 她最近特别忙 过段时间就好了 进来 我是想告诉你一声 我 我打算回美国了 为什么 我知道 我们之间早就结束了 所以我离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或许是对你 对我最好的办法 以前 我一直不敢这么做 是因为我还有些不舍 但是 不舍有什么用呢 我想通了 所以我决定离开 那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这个世界上 有些人 他们要么是恋人 要么是陌生人 没有第二条路的 我们知道宋元回家吗 是不是啊 我们知道宋元回家吗 这是送家具的 拿出来吧 宋先生 什么事啊 他们两个送椅子 请问你是宋先生吗 是啊 有位男先生把椅子交给你 男先生 好好好 来来来放这放这 小心点小心点 等下啊 好 等等等等 有点小意思啊 小意思拿着 谢谢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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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自从小昊和于倩倩分手以后 我又逼她离开了公司 她整个人都变了 我是不是 干预得太多了 你能这样考虑很好吗 这段时间 我总觉得 她很不对劲 老吴 我想到这些 她心里觉得 但愿事情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 各种担心 不过都是猜测 我相信小昊 是有能力处理好 方方面面的关系 但愿吧 难得看着你一笑 把苹果吃了 我想约她出来一下 谁呀 宋多明 吗 我先先说 如果我们有关 我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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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有了 那有了 老闆在 老闆在 我离别了 哎呀 老板这个藤椅不错呀 是啊 比沙发舒服 一看就是手工做的嘛 真是够讲究的 只有手工才能做得出来啊 要是机器做出来的 那是垃圾 还是老板有评委 找我有事吗 你看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 就是大概他上面说的意思 上海分公司 经营状况 怎么会落到了 香港董事会成员手里呢 海外投资的亏损 那是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 这跟上海公司是没有关系的 我看你是想 逼我让位吧 不敢 老板 您就是借我八个胆 我也不敢 可是姚琪不明白 老板您问这个 是什么意思 这一年来集团的业绩 您比我清楚 董事会的人 也是为了个人利益 你说的没错 集团目前 是只剩下一副空架 可是你别忘了 我们还有融资的方法 这个你比我更清楚 好了 赶快去干你的事去吧 不关你的事 轮不着你说话 又于小姐 对不起啊 我为你走了 我敲门了 没关系的 是我自己在想事情 那我等会再来吧 我马上就走 玉小姐 我能不能问你一件事啊 您请问问吧 玉小姐 这电脑多少钱啊 大概一万七千块左右 这么贵啊 以前 田副经理在这里的时候 对她的电脑可宝贝了 有一次 我想把她插插灰 她还骂我了呢 玉小姐 打你手机没人接 你拿错电脑了 是吗 哦 哎 现金 你没用过电脑吧 没有啊 我在洗澡呢 哦 那好 那好 那我先走了啊 好 再见 孙先生 来了 坐 来来来 来来来 先吃点东西 这家店的厨子 是以前香港阿姨的主厨 哦 她的鲍鱼烧得很好啊 哦 你尝尝 怎么样啊 嗯 挺好的 好 那你就多吃一点 嗯 谢谢大家 您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别的事情呢 等你吃好了 咱们再慢慢的说也不吃嘛 您还是先跟我说了吧 要不然我吃着也不安生啊 你真心急啊 好吧 那我就告诉你 公司决定送你到国外去学习 怎么样 喂 我现在就得找你 你快告诉我你在哪 就这样吧 秦姐 这几年来 你也见过不少的模特 你看在他们中间 有几个能够很好的发展呀 这个行业 也实在太依赖青春了 其实 哪一个女人不依赖青春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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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呀 都快吓死我了 你总算是回来吧 你找我什么事啊 去你办公室谈吧 这是怎么回事 你是从哪找到的 这就是上次那个网站 更新的时间是昨天 这说明我们的估计是对的 这田英只是一个替罪羊而已 背后肯定还有别人在操作 而且现在看来 他们下一个目标会是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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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吃饭 他说 他说什么 他说公司计划送我出国去进修 什么 那这么说是宋东明 那看来 这事啊 你不能再介入 可那我该怎么办呢 要不然 要不然你先请个假 躲两天 不行 我绝不能退出 不是 可这事太危险了 我不能让李飞飞 还有徐静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吧 可那是警察的事啊 我也有责任呢 宋东明现在还没有讲话说破 我目前还没有什么危险 好吧 不过你一定得小心的啊 你啊你好好查一查 那录像带到底让谁拿走啊 嗯 我知道 那我走了 哎 三杨 嗯 我有件事还要跟你说 什么 田一死了以后 公安局的人 曾经到公司里面 去做过一些他的遗物 那又怎么了 可是这些遗物里面 根本就少了一台手提电脑 手提电脑 嗯 我记得 田一生前 有一台和我一模一样的手提电脑 有一次我拿错了 他竟然惊慌失措 连夜就到我家里取回电脑 我想 这台电脑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不在警察的手里 那就更有问题了 手提电脑 手提电脑 我 三五年 对不起 吴先生 我来晚了 不晚 真好 说吧 什么事这么急 是这样 冰冰已经把你们的故事 全都告诉我了 我也知道 蓝昊是你的亲生儿子 不过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 有话说是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那么今天呢 我就是代表冰冰 找你谈谈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了 他暂时还不想欠你 宋谦 您在香港的生意 我有一些了解 至于你在上海的公司 想做些什么 我也不打算过问 只是希望 蓝昊 不要卷入到你们的事情当中去 我在上海的公司是有执照的 法人 就是蓝昊 他是我的儿子 我关心我的儿子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我相信 但不管怎么说 这里有几条意见 希望你能够遵守 这是冰冰的意思 第一 坚决不允许让蓝昊知道 你是他的亲生父亲 第二 凡是你公司从事的非法活动 公司不能让蓝昊参与 第三 让蓝昊解除公司的法人资 如果本人不愿意离开公司 只安排从事专业创作 不从事经营活动 第四 今后一切与蓝昊有关的事务 对不起 吴先生 请问 您有儿子吗 我有个女儿在美国 我告诉你 天底下 所有做父亲的 都是深爱着自己的子女 好了 再见 吴先生 谢谢您的咖啡 您真是个好人 谢谢您的咖啡 小昊 你已经两天没有回家了 你妈妈一定非常想念你 我该打个电话了 只是没告诉她 我在您这 你还是先别对她说 她对我积怨太深 您能告诉我 是什么样的隔阂到现在 还要她不能原谅你吗 三十年了 我还从来没有对任何人 提过我的这段经历 就连我自己都不敢去想她了 记得我在香港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觉得有一种 非常亲切的感觉 现在我才明白 也许 这就是血缘的关系 我和你的母亲 当年都是音乐学院的学手 后来文革开始了 大家都不上课了 可是我们每天 都要到这儿来练琴 在那两年中 这个地方 就像是我们的一店园 我们的音乐学院 记得有一次 在学院的秦房里 你的母亲弹奏了一曲 我们非常喜欢的乐曲 我当时高兴的是 手舞足蹈 一不小心 把放在琴上的 一尊毛主席石膏像 给碰了下来 摔碎了 要知道 在当时 有这样的过失 那就是犯下了滔天大罪呀 弄不好 是要付出生命的 可是说了也巧 就是这个瞬间 恰恰被 窗口入骨的两个同学 看见了 第二天 他们就在这 把你的母亲 给带走了 当时 我得到了这个消息 记得我像热锅上的麻衣 我几次想救他 可我又没有这个能力 我被我的父母 锁在自己的屋里 后来 局势越来越紧张 他们就带着我四处躲藏 可是公安局都在到处搜查我 无奈之下 我的一个亲戚 就把我连夜偷渡去了香港 我到了香港之后 我千方百计的设法 打听你母亲的下落 可是因为 当时的同行条件实在是太差了 最终 我还是没有任何的结果 那 那那个时候 您知道我母亲已经有我了 不知道 我是 我还是 见到你母亲之后 才知道 以后所发生的一切 命运 让我和你的母亲分道扬镳 命运 却又让我今天 和你们母子 从相逢 从相逢 不管你的母亲 是否肯原谅我 也不管你是否 会是我这个 没有尽到义务的父亲 可是今天 我知道 你是我的儿子 这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幸福 我学习为你们母子 做出任何的牺牲 那好 我只想对你说 现在集团公司 所经营的业务 已经是每况愈下 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 我已经通过我香港的律师 把我的个人财产 以遗嘱的形式 确定给了你们母子 你知道 我的病已经很严重了 我不能够 再欠你们母子俩 更多的债了 我母亲跟我 现在挺好的 就大怕 您什么都没有了 我这个做儿子的 我相信还是有能力 履行我自己 开心的意愿 谢谢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同学们大家好 余老师余老师 别说麦克老师回国了 这是真的吗 对 真可惜 那你知道麦克老师 家在什么地方吗 在美国 去其什么地方 我也不太清楚 余老师 他现在已经走了吗 好像还没走 哎 官方音乐的陈伯 现在来了吗 来了 哦 你们先继续练吧 嗯 陈伯 哎 李小长 吃面的 是这样的 陈伯 平时公司训练 拍的那些录像带 是不是都在您这呢 是啊 哦 有没有谁从您这儿借过这些带子 学员 是不是 借走 看一看 嗯 那您再好好想一想 有没有什么其他人借过这些带子 我想想 哦 对了 那天 麦克先生 拿走了一盘 麦克 对 而且 麦克一直没还回来 这些日子他也没来 他是怎么了 身体不舒服吗 怎么会是麦克呢 李小长 没什么问题吧 李小长 你得知道 麦先生到我这里来拿的东西 我怎么敢不给呢 李小长 我的工作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哦 陈伯 不会的 不会的 我只是随便问一问 哦 对了 您还要吧 我这里还有很多 我不用了 谢谢您陈伯 我先走了 走好 谢谢您之后 谢谢您的 谢谢您的